燃營循環開始 6、5、4、3、2、1、0 全輪胎走 開啟!我們有開啟! 32分鐘後時間 開啟在 Apollo 11 大家好 一直以來 Omega 都見證了不少人類的狀距 包括1969年在美國太空總署登月計劃 載人太空船太陽拳11號初次登陸月球 陪伴著人類在月球踏出第一步 就是這款Omega Speedmaster 所以這款手錶被稱為 Moonwatch 月球錶 而這款手錶 錶殼直徑有42mm 配上黑色錶面及測速計黑度 設計觸目 在小時黑度和指針上都有經過夜光塗層處理 可以在漆黑的環境 都可以看清楚時間 而錶面設有30分鐘計時錶盤 12小時計時錶盤 及小秒針錶盤 為提升對錶面的清晰度 Omega 由原本的碳纖維水晶鏡面 轉為採用藍寶石水晶鏡面 令錶看起來更加清晰更加濃郁 因為這款手錶設計上需要承受火箭星空時的重力 同時也可以在無重的太空使用 所以Omega 都特別來自Omega 1861型號 手動上鏈計時機芯 而這款都在美國大空總署認可為 登月太空人裝備的手動上鏈機芯 所以可以證明這款機芯穩定性極高 用家都可以透過透明底蓋一覽機芯的運行形態 此外為了紀念人類初次登月成功 徐錶附上Moonwatch 錶下 盒內備有一條軍用尼龍錶帶 及一條專為太空人而設計的錶帶 錶帶更換工具及一本關於Moonwatch 探險故事的小冊子 大白的鏈子 旺電競出身 明明明天投 Individual 我們來看 全世界 球海